我很開心,我們今天請了哪位呢? 就是Viu H姐姐過來 Viu H姐姐做些什麼呢? 不如你介紹一下 我本身之前做化驗師 接著就是去學風水、紫微豆素 現在就學到通靈那些東西 就會懂得開卡細那些東西 有趣的是當我遇到術素 剛巧就在機場合遇到Viu H姐姐 Viu H姐姐幫我打通任督耳脈 我那個叫做靈性方面提升了很多 我再靈性的學習就快了很多 是啊,真的好 我又覺得Viu H姐姐在我們做治療 其實做了好像三次 我覺得有時候我就問她 如果你是玩 即是我們即使是Viu H姐姐 可以玩到一些東西 那我拍這件事其實我也很精 就是可以幫你的腦袋調一調 讓你接收效果 簡單一點就叫做 是物理上幫你開第三眼 哈哈哈哈 她通了我這個物理上的通了之後 我看到的叫做靈界的東西 或者是什麼呢 那個大力感會強很多 是啊,是啊 也很感謝Viu H姐姐 其實她介紹給很多朋友過來的 本身因為我是幫人做計算術數的時候 其實不多不少都會看到她的臉上 我都吃了臉上的 那真的有些太過份的臉上 真的忍不住 其實我有個Vinnie的師傅 可以幫我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她不多不少 她幫我調了臉上 我的運程都好了很多 所以我就建議她 不如你們如果相信的話 那你們試一試吧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但是Viu H姐姐 我有一樣東西 我又沒有告訴你 我最近又研究了一個 就是之前你認識我的時候 可能都沒有做過睡眠窒息的 後來我就研究了睡眠窒息 那我就發覺是什麼呢 睡眠窒息呢 其實很多人有拋東西 尤其是頸這裡有大拋東西 那我就研究了 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 打電話來 喂 你有沒有搞啊 我老公就是晚上吵到 簡直好像轟炸聲 然後就說 頂不住 他就帶那些什麼氧氣罩睡覺 那他帶那個樣子 就要按著機器 那機器其實都有聲音 整晚搏著很辛苦 那我就研究到底他們什麼問題呢 那後來呢 發覺原來呢 其實有拋東西壓住它 那氣管 令它收窄 哦 那接著呢 我就研究用手法呢 就在裡面幫它調 啊 調完之後呢 整個東西就沒有了 哦 我覺得 是啊 沒有了之後呢 他們就沒有睡眠 很傷因為我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這個手法 是啊是啊是啊 那還有一件事呢 我又想告訴你 就是 暗瘡 嗯 是啊 我之前你幫我治療 我皮膚敏感的 嗯 他都是那個叫做 水又不平衡 你幫我調回那個賀爾蒙那個位置 是啊是啊 那是你那個 是啊 因為呢 其實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其實暗瘡呢 其實是來自那個 是那個叫 雌激素 暴激素 是那個 那個康毛失潮引致的 嗯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就一定有少少 痛了的 哈哈 我都知道 我帶了十個 有九個都來痛的了 我自己都很痛 但是要做月通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痛的了 啊 醒起來的時候 我自從找Mini 做完首三次療程 或者是一兩次療程 或者是通那個叫做水又平衡的時候 我沒有再去美容院做任何療程了 因為以前 給了很多錢去做美容院治療程 都還是很多泛紅啊 那些很容易出油啊 搞不點的 是啊 現在老了很多 因為就是 是啊 因為呢 其實呢 因為你的千激素呢 如果紅激素偏多的時候 你的油脂分泌就過剩的嘛 那你引致的毛囊就無閉塞的嘛 那你以前呢 我記得你以前的臉都很油淡 很容易紅 對 油淡淡和紅 調了之後呢 我就沒有見到他們的臉再有這樣的問題了 嗯 那我就覺得這個 就是有感恩啊 就是有給我研究到這些心法 省了很多錢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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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 真是謝謝 謝謝 謝謝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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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呢 就是 先看看 我就覺得這個臀部 臀了少少出來 嗯 自己習慣不習慣 自己習慣不習慣 這裏 這裏 一引到這個位 就臀了出來的 那 這次做個示範 就是收了這塊東西啦 不如這樣吧 好 難得H姐姐過到來 那就當然醒了幾下 哈哈 剛才來到的時候 就有一點鼻水 現在收了 嗯 OK 那 好像 H姐姐剛才來到 有一點鼻水 其實在手上 貼了粒仔 就可以立刻收鼻水了 哈哈哈哈 OK 好 直到 整個ência 收起來了 這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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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剛才 這兩位收了嗎? 很快 就示範很快 OK 你趴下給我看看 趴下 趴下 趴下給我看一看 有什麼可以走一走 我照他這樣 有沒有放鬆 有啊 這裡有一點寒貝 手在這裡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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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在後面 讓我這邊 讓我這邊 放在樓邊 拿過來這邊 對 我這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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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塞了 幫你要調整回去 當你這個位置沒有這個感覺 其實就等於調整了 本身也想來再弄個頭 不過今天真的不舒服 免得做 免得感染到你 當然了 不舒服就一定要休息 不過你來到沒問題 我順便也會醫治你 通常病都是身體跟你說你要睡覺 都需要休息 始終也很感謝你這次來 是 還有機會的 下次就會再來 好啊 好啊 好啊